210 上海證券報 圍繞三大痛點互聯網重救醫療生態 2015年7月14日新聞公司07期鬥鬥記者 旗鬥鬥零編輯傳責員互聯網對醫療生態的重救證加速運行 7月10日 由互聯網醫療中國會攜手華泰證券舉辦的 Rematch 2015重救醫療生態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 中國移動、惠寧軟件、人和集團、春雨醫生等 雲集論壇為互聯網醫療會診 備受足目的Rematch 2015中國互聯網醫療發展報告 第二版 簡證報告 於當日發布 為互聯網醫療產業發展開出藥方 醫療體系三大痛點上證報記者多方採訪了解到 經過一年時間的探索前行 儘管互聯網加醫療在醫療服務、藥品銷售及智能硬件等 方面都有較快的創新發展 但事上無足夠成功的營利模式和適用廣泛的解決方案可供參考 為此 互聯網醫療中國會入前正式對外發布 Rematch 2015中國互聯網醫療發展報告 第二版 進一步深入產業內部 滑掘互聯網醫療產業內在邏輯 據了解 我國當前醫療服務中的各方 無論是醫院 醫生還是患者依然表現出許多痛點 這些問題相互依存 互為因果 使得我國就依難 看病計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較好解決 互聯網醫療中國會副秘書長黃晶告訴記者 三大傳統痛點的存在為互聯網醫療提供了發展機遇 具體來看 醫院的痛點總體上集中在醫院營利的需求 職能本身所需的公益性和行政干預三者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和問題 而對醫生而言 特別是三級醫院的醫生 其痛點同樣來自於上述三個方面 其中原因分別可歸結到醫生收入 醫療溝通和醫生職業發展的困境上來 體現的是醫生患者關係 醫生醫院關係上的緊張 而對患者而言 三長一短等看病貴 看病難等問題已成為供應的社會難題 這些都與目前醫療關係緊張的局面關係緊密 且互為因果 互聯網中國會對此認為 當前醫療服務各方關係緊張 缺乏相互信任的情況導致了 對本來就不充足的醫療資源的巨大浪費 從這個國度來說 要推動我國醫療事業的發展 醫療服務體系中的各方關係激待改善 在旺盛的需求下 藉在互聯網建立新的溝通渠道成為一大熱點 在善醫環溝通平臺 醫醫交流社區 環環交流社區等新的常識層出不同 互聯網醫療在各方關係重構中可望發揮重要作用 黃晶表示 在Rematch 2015重構醫療生態高峰論壇期間 北大人民醫院院長黃燦接受記者採訪表示 互聯網醫療企業的需求找到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涉及醫療、藥療、醫保、雙保一系列體系的重建 才有可能構成將來澎湃發展的互聯網醫療體系 而圍繞互聯網醫療展開的改革核心則是保障醫療質量和病人安全 黃燦進一部鄉記者表示 互聯網醫療一定是醫學發展的新契機 顛覆不了傳統醫學、發展互聯網醫療需要兼顧大數據 充分探索 模式 未來只有融合再統一的醫症、藥症等一系列法律框架下 才能找到互聯網醫療長久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 快速搶佔三大入口從目前各路資本探索互聯網醫療的路徑內看 針對醫院、醫生、患者三大痛點對症下約快速搶佔 三大入口成為業界共識 報告指出 傳統的醫療服務模式使得醫療服務中的各方都處於靈活博弈狀態 導致缺乏相互信任、關係緊張 在互聯網對就醫、行醫、醫療管理等各個環節的深度滲透的新形勢下 關係重舊將成為互聯網醫療發展的核心 據記者了解,從患者角度出發,提高患者在各就醫環節的體驗是互聯網醫療的價值所在 以患者為入口的企業主要切入的是患者在醫療信息獲取 就醫流程和溝通交流方面的需求和通點 目前一大熱點是以智能可穿戴設備為基礎的健康管理服務 對應的是患者逐漸增長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識和需求 其中以慢病管理服務的醫療級智能設備相為代表 如糖尿病管理、三落生物、Well-Doc 高血壓病管理、九安醫療、心血管與心臟病管理、樂譜醫療、中慰來康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線民診服務 該服務模式既可向前連接健康管理 為用戶提供健康諮詢服務 也可向後連接到診掛號服務 通過在線諮詢將由需要的患者引向線下醫院和藥店 目前親與醫生、掛號網、好大夫在線等行業新貴意受到資本的追捧 在市場方面、藥品供應鏈各環節廠商、餘藥企、藥店和保險等 當前都開始重度參與互聯網醫療、產業集中到開始逐漸提升 其中、醫藥店商成為藥企快速足網的直徑 7月11日,人和集團在京舉行贏在雲端互聯網戰略轉型發布會 公司將正式探索以健康管理為前端 以叮噹快藥為服務平台的MEF加B2B加2O全產業鏈整合的互聯網醫藥創新商業模式 引起市場廣泛關注 而從醫生角度切入的服務當前以移動電子病歷、用藥詞典、醫學文獻庫等 將臨床決策工具和醫醫社交網站為兩大主流 記者從互聯網醫療中國會進一步了解到 在傳統模式下,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主要通過院內邀請、 學術會議等方式,溝通成本高、機會少 醫醫之間形成信息孤島的困境、制約了整體醫療事業的發展 通過互聯網建立溝通渠道和方式,打破孤島困境的醫醫關係將得以重救 在打通患者、醫生入口的同時,醫院則是互聯網醫療企業搶食的一塊大蛋糕 據悉,從醫院角度切入的服務主要集中在就醫 而動信息化為遠程醫療方面,前者將醫院服務與患者的智能終端連接起來 使其能夠在手機上就完成掛號、熱環溝通和醫保約費支付等操作 微信至為醫院計劃和支付保未來醫院視者類創新之典型 而在遠程醫療方面,受益政策扶持 以醫聯體和醫院加藥電的遠程醫療協助模式正在開展 為醫院開發管理遠程醫療網上平臺的量碼訊息等上市公司 獲得了迅速發展的機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